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植物非常的神奇 被称为蒙汉药的曼陀罗 它长成熟之后更可怕 所以大家看到它一定要远离 曼陀罗被称为是蒙汉药 一般是在电视剧里面听到的比较多 也是世界上最毒的花之一 它的全株都有剧毒 其中毒性最大的地方 就是看起来像流星垂的果实了 也是它的种子 曼陀罗在生活中好多人还没有见过它 朋友们你可要看仔细了 曼陀罗它的全株都有毒 果实为首选 其次是它的叶子和花毒 也就一定的毒性 在金庸武侠电视剧里面 并没有骗我们 武侠小说里的情花毒 蒙汉药 都是用曼陀罗的种子 作为重要的原材料 曼陀罗在我们农村呢 很常见 有白色的 有紫色的 红色 粉色等多种颜色 朋友们 你们那里的曼陀罗长什么样子呢 曼陀罗一般是在户外野生的 现如今 人们很少去种植它 所以你在户外遇到了这种可怕的曼陀罗 可千万不要擅自采用 以免对自身产生危害 很少有人知道曼陀罗的真正用途 秋天 曼陀罗的种子成熟之后 一般就可以拿来采收了 曼陀罗开的花像大喇叭似的 非常的娇艳 现如今我们在花卉市场里面 看到的曼陀罗 是专门人工培育而成的 可以长年开花 而且花朵的颜色非常绚丽 很受欢迎 一般是拿来种在庭院里面 观赏的 曼陀罗在古代就是一味中药 它就一定的麻醉作用 神医画图的麻肺散力 就曼陀罗 这一味重要的原材料 现如今很多人都在开发 曼陀罗的药物价值 曼陀罗也逐渐受到重用 曼陀罗既可拿来观赏 也可作为一种药材售卖 它的商业价值非常可观 曼陀罗的种子榨油 既可以制作香皂 也可以制作油墨 而且还可以制作润滑油 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 朋友们 你认识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此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